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 美国方面在本周是公布了一系列的财报 现在对于市场可能是最大的关注点 再来关注一下汇市的走势 美元进一步的保持走强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保持在压力线1.1560之下 进一步的出现下滑 未来可能会看到整个的比价 首先达到日中的谷底1.0450之后 下滑到1.02 英报对于美元的比价 也同样是在进一步的出现下跌 已经跌破了之前的支撑点位1.4630 而进一步的出现下落 未来可能会看到比价 下滑到1.4230之后 下降到1.3950 美元对于日元的走势 则相对比较的正面 未来可能会看到比价 上升到123.70之后 上升到126 贵重金属的交易 在进入新的一周之后 是保持上升的 黄金的价格 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出现反弹 当然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盘整 但是期待整个的价格会维持在 美奥斯1130美元之上 如果这个支撑线能够保住的话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黄金就能恢复到 美奥斯1224美元 白银的交易在短期一看 也是比较正面的 现在在美奥斯15美元的附近 形成了新的支撑线 未来有可能会看到 整个的赢价上升到 美奥斯17.45美元之后 上升到美奥斯18.60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换 欢迎继续锁定由瑞德二元期权 为您带来最新的时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